大家好,我們是元宜的吉他Studio 我是美愛的吉他Pony 很久沒有玩恐怖RPG了 整個是好久不見好久不見 好,那我們這次要玩的是 這是憋口他 其實我也不曉得他在玩什麼 對 因為你知道恐怖RPG這種東西 真的要自己實際下去玩才知道他要表達什麼 那我們就開始吧 本遊戲中包含暴力情節與獵奇的場面 本遊戲純屬虛構與任何一切實際的人物團體事件毫無關係 4,3,2,1 阿布,我買這 不行 我快追死啦 太好了,我們以後會一直在一起 對不起,摔壞了嗎 我一定會把你修好 我們約好熱 憋口糖 憋口糖是不是像麥芽糖的東西啊 小鎮 沾殘殿 版本屋 這傢伙 青,小鬼人呢 三郎,大概再過一會兒就來了 正一,又遲到了 那傢伙還是這麼吃對 讓開 光 喂,小光,你怎麼可以一直一靠親呢 怎麼能讓師生人替你做雜活呢 哦,老闆出現了,你們還有空說閒話 那看來你們的髮簽都做好了吧 準備好了嗎 請看 哦,不錯 可惜太粗糙了,你應該做得更幾次 正一,你的也拿來 拜託兩位 哪兩位不是只有老闆一個嗎 Let me see see 我按很大氣,卻融入了整體 照這樣的樣子繼續努力吧 青,你的呢 嗯,細節也非常精細,做得不錯 你的水平又提升了 水準吧 十分感謝耶 還有其他人的完成了嗎 是 是用那傢伙 今天不曉得會怎麼樣 蛤,看來很有自信耶 做得如何呢 我雕了很多的花 感覺還蠻漂亮的啦 感覺好像有點雜亂的感覺 啊 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髮簪 哈哈哈哈 衝破 這麼破綻的髮簪敢拿出來 可是,之前的茶色很喜歡啊 什麼 還敢頂嘴 真熱鬧,老闆娘 龍家,你怎麼來這了 因為我聽你的聲音挺開心的 光,又是你 你這個東西叫髮簪 唉,又搞這種垃圾 聽好了,你們幾個 我們家是簪店,聲音就是賣髮簪 賣這種走心的貨很快就會關門大吉的 蛤,我們店裡可能沒有那麼多閒錢一直養著你這種 這樣的傢伙 嗯 親像你這麼大的時候可不僅力能幹 你們可要好好努力 唉,還蠻可憐的 一開始都被人家扁得一文不適 唉 虧,還有人幫他做得好看 什麼叫破爛髮簪 雖然確實太脆弱,Lake就壞了 我說阿星哥 是這個髮簪的裝飾有點太沉了嗎 畫的部分我應該用標膚的嗎 我說阿星哥你在聽嗎 閉嘴幹活 哼 這種東西秀來沒有意義 好,做一個新人讓大家嚇一跳 坐下 好了,快點秀 反正又不會有人帶 翡翠,光女還好嗎 你又要加班惹真辛苦 看有沒有什麼關係,走開啦 今天就到這邊就好 連你得修好那根簪子 唉,你再認真一點 沒有誰像你這樣,天天就知道吧 覺得委屈 什麼叫就知道我啊 阿星哥對其他的師弟都會給很好的建議 為什麼唯獨都不教我 我也想快點進步啊 可是這種事情應該要先練好基本功吧 就是你髮簪都修不好了 你想要練什麼東西 第一張奇怪城鎮 唉 唉 嗯,行 劉璃子小姐的曲子,果然好好聽 我的心情也變得平和了起來 不行,還是好煩 要出去轉轉,轉換一下心情吧 好,出門 我最重要的枝子髮簪 枝子花吧 你也好,我一起出門吧 好,出門 上下左右 奔跑 調查 貸單 重要的髮簪總是放在這裡 等我的水準提升了也想修好它 旁邊四處總算找到破爛錄音機放在這裡 劉璃子小姐真的好漂亮 在想讓劉璃子小姐帶上我做的髮簪 基本功 練好啊,基本功 放著憋甲糖 一天只能吃一個 他們不在吧 髮簪的圖紙堆得亂七八糟 之後再收拾吧 這邊是老闆娘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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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他們都是住在一起就對了 對,想到一個好主意 把阿新哥的磕刀悄悄拿走 總不該自己隨便打開 裡面塞滿了髮簪的書 中不定 深處藏著 藏著什麼 奇怪的小黃書嗎 掛著一件沒有日豪皺摺的工作服 阿新哥總是招有麻煩 剋刀 能想像阿新哥困擾的表情 嘻嘻 她是都一直被欺負是不是 還是覺得大家都對她不公平 要去哪裡呢 我是不是做得太過火了 本家好 這裡可以坐嗎 是一個漂亮的小姐 這很像 很像那個 鬼滅之刃的那個 無產對不對 請坐 謝謝你 好漂亮,成立人嗎 她脖子上的傷是怎麼回事 我那個感覺像是一個接縫 搞不好頭是 身體是人家的 然後 她把頭接在人家的身體上之類的 之後要去哪裡 呃 去兩家後的小鎮 她和我一樣 欸 這樣嗎 你是女孩子 還穿著工作服 真稀奇 你是不是工匠 欸 呃 對 我是見習的智瞻人 不小心穿著工作服就跑出來了 唉 是嗎 辛苦你毛毛大晚上 呵呵 那個喔 你的硬蛙髮占真好看 謝謝 我也很喜歡 髮占真好 帶著髮占心情會患然一新 對了 我想看看你做的髮占 可以的話 能告訴我你所在的店名 和你的名字嗎 呃 別害怕 在這個時間見到你的事 我會保密 我是版本屋的光 請問你是 我嗎 你就叫我髮占小姐吧 蛤 就這麼定了 你就叫我髮占小姐 請多關照小光 請多關照小光 哎呀 來了 你先上吧 啊 不 公車 要發車囉 你不去嗎 這樣好像被拐走 你的櫻花髮占是在哪裡買的 就是在都城一個對我很好的人送給我的 哎 是怎麼樣的人 是一個非常帥氣的人 那個人純正的笑容非常耀眼 看那個人在一起讓我也能打起精選 就是因為有那個人我現在才會在這裡 這麼說也不為過 說起來 說起來 為什麼你不把手裡拿著的髮簪帶上我 哦 我小時候不小心把他摔壞了 然後我總會害怕所以一直拿在手裡 看來你非常喜歡那個髮簪 我就是憧憬這根髮簪 但想成為製災人 是嗎 這是因為有這根髮簪我才能努力致敬 可是一點也不順利 我天天被老闆和老闆娘罵 還被其他人嘲笑 阿欣哥也對我愛你不來 呃 抱歉 我說了奇怪的話 不要打起精神 呃 這樣你這麼努力就把這個給你吧 別講 這遊戲的 這個主題就是憋夾糖 我就知道 我說 真好吃 突然覺得感覺好困 被下藥了 不要隨便吃陌生人給的東西好不好 幾歲的人了 小光 醒醒我們到了 稍後再來迎接各位 這是什麼惡作劇嗎 誒 你的衣服也被換掉 為什麼 除了他們之外 居然還有這樣的人惡作劇 果然小光還是穿這樣更合適 Council 機械 它為什麼突然就換衣服了 我覺得現在應該 不會是夢中的世界之類的 嗨,小姐,這邊這邊 可愛的小姐,能和我說點什麼嗎? 如你所見,我只是一直站在這裡很無聊 作為替代,我會記住小姐你說的話 喔,成檔 謝謝你,很有趣 稻草完就是成檔點就對了 入意,想取得高評價 就達到那些崩帶男人和胖男人 索取過多之人的末路 吃太多藥,吃太多紅色果實 會導致得不到好結果 完成別人拜託的事也無法提高評價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不錯吧,我們一起觀光 那邊可愛的小姐 今天來的新人,你們看到嗎? 什麼新人 唉,那個人怎麼還不來 那感覺其實有點像那個 在說出來的深淵少女裡面的哪一條路基 我們都很辛苦 我們都很辛苦 這個人間健忘 會把東西試出來撩 鼓裡傳來小孩子的聲音 说起来 小王你听过 一个奇怪的传闻吗 将 想见之人的持有物 带到这个城镇来 你想见的人也就会来到这里 诶 可以 我才带来这根樱花板的 他刚不会想见的人 其实已经死了 这边是 阴界跟阳界的交界处之类的 希望你见到那个 让我一起想说的是 不过我差不多该回去了 为什么 已经到深夜了 还得趁着没人发现 偷偷回去了 还有阿清哥 我还得 为这个和他道歉 小光不行 公司已经不会来了 哦 紧张开玩笑 是真的 这里没有回程车 骗人 嗯 我回不去了吗 我回不去了吗 怎么办 诶 阿清哥 等等我阿清哥 很可能在这边出现 阿清哥 开门 阿清哥 小光怎么 我的师兄刚在这里 我以为阿清哥 应该会有办法 我要去找阿清哥 那我也和你一起找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啊对了 这个你拿吧 灵药 万能灵药 药粉 这 这是什么 好 好 这样就没事了 我们走吧 诶 他走了 可以找其他的出口 入口 我在想搞不好 那个法詹小姐 也不是这个 就是也不是活人 好冷 为什么会下雪 我说过 我还想早点回去 这果酱真恶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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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